再来的话,我们来解决第一个资料正规化的问题 那关于像这个问卷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编号怎么样转换成它实体的资料 那跟那个像Google试算表 Google试算表它会给你的资料 可是问题它另外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它单选题OK,可是它多选题就不OK 为什么?多选题它会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同一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中间加上逗点 所以如果你将来把这个资料从Google的表单做完的结果 那之前同学也反映说老师那怎么办 我那个资料多选的话,那我怎么样把它分割成为单一个栏位 因为如果一个储存格里面有多个资料 它没有办法做枢纽分析啊 所以怎么办,你必须把它切开来 那如果切开来的话,当然呢 左思右想啦,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不会用VBA的话 那真的是用以色列里面函数 可能没办法完成你想要做的效果啦 所以通常会用VBA里面有一个函数叫Splitter Splitter就是有点像切割函数 在那个Python里面其实也有啦 那有点像是资料剖析 可是剖析出来结果它会帮你回传到一个阵列里面 所以你可能要用一个阵列去接它 然后去把它切开来,放在你指定的位置 虽然说讲没那么困难 但是你要做,你要把程式写出来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统计分析 那就会有点难度了 那至于怎么做啦 其实我...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之前有上课有... 应该有放在那个我的教学频道里面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在上面找找看 好,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什么呢 把编号变成它实际上应该有的结果 所以这个在讲义里面,第18页里面 有显示出来,就是又有一个这样对照 那也就是里面的话有B栏一直到欧栏吧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欧栏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我干脆把B栏到欧栏稍微缩小一点点好了 让它靠近一点点 可以把B栏按SHIP键 再点欧栏一下 然后呢把它稍微调一样的宽度 调这样 让它全部集中过来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就是有 应该算过来应该有14栏吧 OK 那如果14栏你要全部一次性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越快越好 那越快越好最好的方案 就是说 可不可以最好是在这边加按钮算了 就是一个按钮按下去 它全部做出来 一个按钮做出 另外一个按钮就清除 可不可以做到 是可以啦 不过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转换编号的话 那当然呢 你如果说要把编号变成名称 那以前的做法可能会在旁边插入 一个空白栏 然后再做转变 再贴回去 可是这样有点麻烦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 你可以把问卷调查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一样的 然后一个是编号 另外一个就是实体上转换的结果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那个问卷调查再复制一个 复制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拖拉加Ctrl鍵 拖拉配合一个Ctrl鍵 然后再把左键放开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就增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当然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个移动或复制 不过这个相对是比较麻烦一点点 我觉得比较快的方法就是拖拉加Ctrl鍵 所以这边有问题 问卷调查2 OK 那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原来的编号全部删掉 因为前面就是我们的编号 那后面的话就查出来结果 所以我要把这个资料放在这一边 那怎么样把它清空最快 建议是一定要记快速键 游标放B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Ctrl Shift向右向下就是选到右边选到下方 那这样就全部选 按Delete就可以了 OK 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这样的话就整体全部选完了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是做那个问卷调查 第一个的话当然 我们就是要根据什么 根据A1帮我把它查出来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性别 所以呢 基本上 以前的做法是第一个 游标放B2 然后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查阅与参照 OK 那如果你是旧版的 我记得好像叫简式与参照 不管 反正就是你找一下 一定会有这个类别 然后呢 请你把卷轴移到最下方 那你可以看到最下方 如果你是最新的版本 会多Xlookup 跟Xmatch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表示你的版本应该不是最新的 因为最新的才有 我刚刚讲的Xlookup 那解决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你要查询的 览位不是在第一览的话 OK 那当然呢 我们一般应该有V的函数 那其中V的话 其实指的就是垂直 就是Vertical 意思就是说呢 通常我们的资料一定是垂直摆放 那相对如果说你假设你的资料是横向摆放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Vert函数 你就可能如果水平的 比如说你的方向是水平的 那就是用Hlookup 上面有一个叫Hlookup 就是水平查询 那lookup就查询 意思就是说我要针对垂直方向的资料做lookup查询 OK,按确定 那你必须给他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的话就是说 你要lookup value 你要找什么资料 查的资料 那我要查这个 查这个A1 OK,查他的编号 第二的话 Table 就资料表 array就是范围 Table array就是 那你的那个要查询的那个 表格在哪里啊 表格在这里 请你在清单里面选A2到B3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栏位名称不要选到 那选完之后的话呢 其实他查我刚刚讲 一定会查第一栏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是一个阵列 大瓜胡 第一栏 他会查第一栏 然后把第一栏 如果找到的话呢 那就把他后面的资料 后面资料是第二栏 所以呢 第三个问题他问你说 那你查完这个对照表之后 那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 就要带过来 因为这边只有两栏 而且我们要带的是第二栏 所以这边输入2就可以了 那range lookup 这个指的是 要不要找完全一样的 ok 那当然理论上 我们会填0 就是说要一样哦 你不要找接近 找接近的话就1 所以这边我们填上去 这边输入2 这边输入0 ok 那也就是说 一定要找一样的 也就是如果假设 你按确定 他会帮你把A1查回来 是难 可是哦 如果假设 我们改一下 比如说这边没有A 对照表里面 其实只有A1跟A2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里面 假设有A3的话 那表示他查不到 如果他查不到的话 这边会显示什么 查不到 紧的话就错误讯息 n的话就是not A的话就available 意思是说找不到的意思 那所以怎么办 但是跟各位讲 如果你把这个 刚刚的这个参数 改成1的话 很奇妙的 他居然会查到女 为什么 因为他找接近的 但是这个有个麻烦地方 以后如果说你 本来错 你应该显示出来 可是他 如果你假设输1的话 他不会显示错 他会显示接近的 所以这个顺便讲一下 也说这个规则大家记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边改回来 这边A1 OK 然后这边是 这边的话是 把它改成0 因为习惯还是0 另外的话 其实有些书上是 叫你打False 其实打0跟打False 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在程式 或者在Excel函数里面的参数 0就表示False 1的话就表示True 所以你打True也可以 OK 不过你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打0 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 因为我有点偷懒 我想要打少一点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OK 所以有时候简化公式 其实可以让你的工作流程 当然更顺畅 好的时候按确定 你当然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 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的这个Table 它的列号会增加 所以如果假设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快点两下 它会填满 但是填满 会发生错误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的这个清单 应该理论上A2跟B3 会固定 但是你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固定 它会自动加1 那这个是Excel的固定规则 就是只要向下填满 它的列号会加1 向右填满 它的欄会向右一个 OK 向右一欄的意思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要固定它的话 那它很简单 你怎么样 可以把它 在2跟3的前面 加上前的符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很快的把这个做出来了 OK 那就不会出错了 那你想说 老师那后面年龄怎么做 年龄一样 也就是说你可能要再做一个 一模一样的事情 但问题来了 这边总共有14栏 那14栏不是要做14次吗 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向右向下一次就OK呢 这个时候就重点了 如果说呢 当然第一个 V的函数是最重要 可是V的函数你要让它怎么样 更有效率的 把需要查的全部查出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需要学会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 定义名称加上Indirect 如果定义名称加Indirect 加上去的话 就可以做到什么呢 刚刚提到的 如果当然你希望提高效率 就可以做到什么呢 可以做一次向右 然后做一次向下 就可以把全部的资料 全部一次查完 那可是要怎么做 这个请各位先试试看 V的函数部分 那这个公式的话 其实在两个地方应该可以找到 应该在这边可以找到 在...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公式 我有把它放在讲义里面 你们看一下 讲义里面的这个 第几页 第22页 不过这边已经改成名称了 或者另外有个地方 就是我刚刚提到 那个云端 云端里面的 问卷调查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 其实这边也有放那个 就是在云端上面 其实也有放我刚刚打的公式 OK 请各位试一下 那第二阶段就是说 再把定义名称 跟Indirect 把它加进来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达到一键完成 向右向下 OK 那试试看好了 好